泼墨云山 先用清水洗染纸面 墨泼上去后 才能有迅速浸润的效果 否则就会成为一堆一堆的死墨 一面占墨 一面思考 要化山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颜色的调制很不容易 虽然有人帮它调 但它自己还得看一看 否则究竟如何照样摸不清楚 浸润右边伸头 可能准备上其他颜色 因为在上色以前 假如不将它浸润 则颜色上去以后 就会显得很生硬而不柔和 它在调石绿 它用绿通常都很重 中国绿有头绿 二绿 三绿 它可能是头绿 从二绿调和的 上石绿跟泼墨一样 先让它眼笔尖 自然地流下去 现在它在这里 仍旧依照以前的处理方法 掀上花青 青涂染上 这些白的点 是因灯光照射 所反映出来的水汽 哦 对了 在这里 加重一点绿 更得画龙点筋之妙 优优独播剧场 这幅坡墨云山 完成于民国六十六年春季 题款和用印 也都照国画的传统方式 所提诗句是这样的 谷口人家十二三 家家窗户得情蓝 千丈云木秀而也 一脉流泉 轻且干 这不仅提醒了画意 同时也写出了 它的生活情趣 印章带了明章 纪年章 左边是它的大风堂章 本公司还设置有 大师同时的作品 写意和花 浅降山水 两部详实的纪录片 另请欣赏指教 岁 那 咋 咋